很多人问现在广东的工厂啊 工资怎么样啊 最近发的视频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 就是来广东这边打工 到底赚不赚钱啊 一个月能有赚多少钱啊 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进工厂打工的话 基本上来到这边 如果你是没什么技术的话 基本上都是做普工啊 做那个流水线的比较多 因为你没什么技术的 也开其他的设备开机啊也不愧的 基本上的话都只能做流水线啊 安装工啊就是普通工 普通工的工资的话 一般的话平均的是150一天啊 一个月也就4500一个月 这边的工资 广东这边的工厂的工资不是很高啊 很多人说都比 比其他外长的工资还要低 其实广东这边的工厂啊 就股工来说的话 一个月4500 又不包吃不包住 有时候 又要租房又要吃饭的话 基本上一个月的话也挣不了多少钱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出来打工 一年都一场工啊 什么都没有赚到啊 因为就是因为 这边的工厂工资不是很高 又不包吃不包住 吃饭跟住房都花了工资的一半啊 基本上的话还有你看4500 租房跟吃饭基本上都花2000 还有2000多 基本上的话你平常的话消费还有晚上出去吃烧夜啊什么的 基本上一个月的话也赚不了多少钱啊 以一年来说的话有些人出来打工的话如果工资不高的话 回家过年的常问题啊就是有时候就拿了一两个月工资回家过年最后那一个月基本上都是那样啊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那样都是月光族啊所以出来打工也是没什么钱的除非你是有有技术的开机啊还有其他的比较上两万打工资稍微高一点 基本上开机跟做一做师傅啊那种的话就七八千有些一万多都有那种叫技术含量 不过一般的人没有技术含量的话工资也就四千左右啊所以这边的广东这边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啊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做长工就是那样做长工呢就没有自由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就是一节的 周节的临时工但是临时工的话有些也是一天也也是差不多一百五有些十六块钱一个小时一天做十个钟也是一百五六一天 所以有些年轻人就喜欢做半个月一个月那样又有钱了出来又玩一个月两个月基本上没钱了才去做所以你说挣不挣钱吗在广东一年来说 基本上的话就挣个车费回去都有除非是两公婆有些比较省一点的所以一年的话还可以省了几万块钱就是出来打工的话一年也就赚几万块钱就是很省的情况就是生活比较节约的情况才能赚几万块钱回家过年所以你说来广东打工呢能不能赚钱就是继续想一下都知道了大家觉得是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